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的轨道确定 轨道预报 轨道控制 轨道设计等方面的工作 如果用通俗的话讲的话应该是主要是用来确定航电器的位置 要知道这个风筝它要往哪飞 然后它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它要怎么飞到下一个地方 特别是轨道的 不能出任何偏差 小点后第三位 第四位就差一点点都不行 我做的数据有问题的话 整个所有的相关的操作都是无效的 甚至是很危险的 经济求精 这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任何时候都不会停止 我们团队主要在这次天真任务发 当中的主要担负 三个方面的值得 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给它们算发射窗口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给它把发射后的轨道给选择出来 知道它有没有正常路轨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知道天真四号路轨之后的轨迹它是安全的 目前我们使整个梯队建设是非常好的 非常健康 老中心结合 老的有些六零后 那是我们中心的老毛饭 老典型 然后有七零后 六零后 七零后都是我们的一些专家骨干 这次都是我们的定海神针 中间层就是我们的八零后 这一层就是大概工作时间也都是十年左右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的中间力量 再下一层就是充满活力的九零后 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刚来的 我们这个岗位培养一个人 周期会非常长 成为一个骨干 成为一个岗位上顶梁柱 七八年的一个大概很长一个周期 这些都是一些特别优秀的年轻人 大家特别有活力 我是95年的 20年1月份参加工作的 19年10月到中间工作 参加的比较多了 去年参加了有五次吧 今年这个第一次 但是如果返回任务也算了 那真的有更多了 次数还挺多的 从20年的长征舞弊首发 火星探测 还有长尔五号 包括21年以来 所有的空间站建造过程中的 所有的发射任务我都有参加 任重道远一直在路上 不将上下而求索 慎之又慎如履薄冰 披星待月 在工作中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天上一日地上一年 努力渐飞然后再胖回来 十公里包之百密 如果跑不了就选择讨心 一有时间就睡觉 当然是跟比我压力还大的人聊天 没有什么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 如果不行那就睡两觉 放空大脑 轻松快乐地看直播 同甘共苦 精神团结 专业 群策群力 温暖 靠服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好听 我来这边的话 其实也算是梦想的一个实践吧 最终也来到这个外面 还是感觉也挺幸运的吧 然后也是实现了感觉 我的这个小小的理想 你们几个人当中谁最美 你们几个人当中谁最帅 你们团队谁最认真